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在过去苹果的iPhone Pro系列 一直都是由鸿海独家来组装的 但是富士康郑州厂 从10月以来因为疫情缺工 整个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所以让苹果现在也要加速来分散风险了 内讯精密已经成功打入了 iPhone 15 Pro Max的一个组装供应链 那么对于鸿海接下来的这个影运 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冲击呢 还有马上就要迎接2023年了 面对美中科技战 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重组 台经院的专家认为说 代表明年经济的关键字 如果说是悲观版的话 会是为这个字 而如果是乐观版 则是缓慢的缓这个字 那背后代表的又是怎么样的意义呢 以及研究显示亚洲劳工 在2023年渴望大幅度的 调薪 主要是因为同棚居高不下 劳动力短缺 让资方加薪的压力也提升了 新加坡的调查也显示 有7成8的受访者他们说 如果加薪的幅度低于同棚率的话 那么明年他们就考虑要换工作了 那么在台湾 在明年也渴望会有一波的加薪潮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大家好 台经院研究员邱达生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凤馨 大家好 资深产业顾问陈子昂 大家好 以及精灵天下特派员叶芷 大家好 好 因为鸿海的股价 在早盘就已经跌破了百元 因为苹果的iPhone Pro系列 在过去都是鸿海独家来组装的 结果现在力讯也跟着来啃苹果 对 因为苹果的股价 持续的一个修正 已经创了18个月来的一个新低 当然也连带影响到鸿海的股价 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苹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从整个股价的表现来看 苹果今年已经跌破三成了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跟Meta比也还好 可是就苹果来讲 它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 就是不断的现金流收入 包括它所打造的iPhone的一个生态链 怎么会让它的股价出现了这么明显的修正 原本在以2022年来讲 它就美股的科技股当中 它也是相对抗跌的 怎么现在也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它现在的市值是2兆美元 最高的时候市值曾经在3兆 现在陷入了14年来最差的年度表现 大家会觉得说奇怪 景气衰退是不是也影响了 大家买iPhone的一个意愿 这可能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大陆现在虽然解封了 可是疫情的状况 好像扩散的速度蛮快的 会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销售数字 这都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我们看集邦最新的报告 再讲到一个重点是什么 我觉得疫情的问题 当然扩散的状况 一定也有影响到 目前郑州厂的情况 之前郑州厂的问题很严重 大家觉得说把人招回来 多加一点钱 是不是就能够解决 可到目前为止整个驾动率 就我们讲产能的利用率 还是没办法突破7成 那这当然就影响到 接下来的出货 我们先不要讲年底 因为即将就要进入新的一年 现在更担心的是说 整个第一季 2023年的第一季 整个出货可能会年减22% 因为2022年 整个iPhone14出货 只有7810万支 我要跟大家讲 iPhone14还没有上市之前 大家所评估的 连那个苹果最准的那位分析师 最近我们就不方便放他的头像了 当时他也估9000到9500万支 当然这中间产生了一些变数 让iPhone14的出货 只有7800万支左右 这个确实影响非常的大 加上防疫松绑以后的一个缺工 这绝对是一个问题 所以苹果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之下 他也必须做出他长期的一个策略的转变 所以原本富士康是在iPhone Pro当中 最重要的 他的组装地位 你知道郑州供应这一个 整个iPhone Pro系列 达百分之多少 85%都是郑州厂在做的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是不是苹果也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把力讯精密 好好的再继续扶持 所以现在预计力讯精密 要加入iPhone15 Pro Max的组装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大家会想说 力讯精密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2011年他开始做连接器 这个连接器他就打入了iPhone跟Mac 做做连接器好像也不会有什么威胁 但是2017年 他去买下了美绿的 这个升旋舰厂以后 他开始做什么 AirPods的组装 那就不得了了 就开始跨入 接着到了2020年 买下了伟创旗下子公司 伟星的昆山厂 这一步整个跨出去了 他开始接iPhone手机的组装 代工业务了 这么一跨就不得了了 对鸿海来讲他有威胁 可是我们刚才讲 整个振充厂还是85%的 iPhone Pro系列的组装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可是在这一次的一个 振充厂的一个事件 苹果我相信 他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离不开 当然他现在开始在往外发展 开始把他的整个在中国 生产的比重开始在下降 可是问题是中国还是占 他市场非常大的一个营收的来源 他这个部分离不开 那怎么办 我不能再像过去一样 孤注一直在富士康身上了 我可能必须要分散风险 包括力信精密的部分 我是不是要把它整个扶持起来 而且力信过去江湖传言说 如果你的毛巾 你的柳丁 柠檬挤不出汁来 再拿给绿性精密 他可以再帮你挤出 挤滴出来 他就是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 这个库克看上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之后 苹果的股价 其实过去我们一直 红海的股价 我们一直说 他在100块以上 撑得非常非常好 不管怎么样的利空 连郑州厂的事件 也没有让他的股价 能够往下跌 但是这一次你看 跌破百元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这一格的影响确实会有 当然对苹果来讲 过去的生产基地 在2019年的时候 40%到47%都在中国 他也在思考 我是不是要快速的移动 到了2021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降到剩36%了 但是问题是还是不够 所以他也计划说 把25%iPhone的产量 移到哪里去 移到印度 所以印度会生产四分之一的 还有越南 如果印度加越南 预计应该有机会 增加到35% 而这35%要供应谁 当然就是欧美 所以他现在分得很清楚 我供应给中国市场的 我就在中国生产 过去我只给富士康 我现在不这么做了 我加上力逊精密进来 但我相信未来加入的行列 会越来越多 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 当然对鸿海来讲 郑州厂的一个事件 确实富士康占降低中国生产比例 他也要求他的供应商 你要往越南去 你要往印度去 我刚才讲 现在印度只占5% 他可能会大幅度的拉高 甚至double 所以鸿海也在 泰米尔纳德邦青奈 这个名字很长 还好是中文 因为如果是英文 我大概也念不出来 他一块多大的地 8万多平方公尺的土地 他要做什么 超级宿舍 你知道吗 一个厂区 他现在盖好以后 第一阶段可以容纳2万名员工 2万名 那最后可以容纳多少 6万名员工 你就知道 他要供应整个苹果 因为我刚才讲 印度加越南 他要来到35% 所以印度确实是他现在 非常重要的基地 所以他盖这个超级宿舍的话 就是以后他在印度的话会扩产 请的员工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而且当然不只供应印度的一个需求 如果是印度的需求 不需要这么大 所以包括我刚才讲 欧美的需求就非常重要 当然这样的一个趋势 就是我们也发现 连韩国的这些科技厂 因为你看鸿海在扩大之外 韩国的科技厂海力士 他也在思考 要不要离开中国 因为韩国的半导体产业 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营业额 在11月掉了15% 营业额掉 库存还增加了20% 他们也开始去思考说 这个部分景气确实有影响 可是现在当时海力士 花了钱 花了90亿 去买Intel旗下的半导体厂 当时砸了重金以后 想说不得了 我可以开始来吃 中国这个市场了 对不对 但是没想到遇到 这个美国晶片的禁令 我刚才讲说 现阶段整个全球的一个景气 让整个半导体产业往下行 这个部分也确实让海力士 遇到了经营上面的一个困境 所以这两座工厂 我也没办法追加投资了 我前也投入了 我原本规划好的一个产能 在这个地方 我要再往海外 马上往海外移 也有困难 现在怎么办 现在有点进退不得 所以他的想法是什么 干脆我把这个工厂给怎么样 给出售掉 我直接转移韩国 以后是不是就不会有 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困境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 从中美晶片禁令 到这一个疫情的一个问题 到我们所看到的 郑州市场的一个困境之外 现在市场上 尤其是半壤产业 跟高科技市场 尤其是这些大品牌 他们开始在思考的事情是 我是不是要改变 我的供应链生态 从长链变短链 好 刚刚陈彦道 我们看到是这个 现在这个苹果 他们现在为了要分散风险 那么生产的这个基地 在过去我们说是 整个组装 比较高阶的部分 几乎都是由鸿海 来独家代工的 但是现在也加入了 这个力训的精密 那么现在 在这一次严调机构 Trainforce 他们也指出说 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郑州厂事件 所以才促使这个力训 在这一次可以打入 这个苹果的这个供应链 郑州厂从10月开始 因为疫情的影响 整个驾动率 刚刚陈彦也有提到 还是很难去突破七成 所以就要请教 这个陈顾问了 未来这些科技大厂 他们会不会演变成 这样的一个趋势 就是一个企业 结果出现了 有两条供应链 好 事实上 这些品牌商 过去或许是为了 成本效益 会毒压一家代工厂 组装厂 可是他发觉 这次俄乌战争 还有疫情的 不断的风控 所以产生了一些风险 所以从品牌厂的角度 他一定想要分散风险 找第二家 第三家的组装厂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风险 就是我们都知道 组装手机 站在美国欧洲的考量 他有所谓资安跟国安的疑虑 就有所谓的后门 所以他就从苹果的角度 这些手机市场品牌商的角度 他一定考量什么 中国的手机市场 我就请力逊 红海在中国组装 美欧的市场 因为有国安疑虑 我可能就在印度 越南的市场组装 这样就不会有美欧的客户 他发觉这是美影圈 那会不会有后门的疑虑 所以自然会形成 一个企业两种供应链 好 不过我们说到 供应链的影响 以及在美中科技战的部分 其实在2022年 都一直持续在影响 全球的经济 那么现在马上要迎接的是 2023年了 我们要请教邱老师 你会怎么看 有哪一个字可以代表 2023年的经济表现 我想就是说 代表的是世界经济 不是就台湾经济 整个世界经济来看的话 现在如果说是2023年 我觉得比较悲观一点的话 应该是为 危险的为 危险的为这个字 没有错 比较稍微乐观一点 就是缓 缓不积极的缓 如果是缓还算是好的 这还乐观的 这算是相对乐观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经济 它的供给端跟需求端 都发生问题 首先供给端的问题 就是最主要源自于 地缘政治的因素 除了说最近持续在进行的 恶务战争 恶务战争如果说不停的话 其实包括原物料 大宗物资的价格 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那种情况 那就是会让这个通膨持续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跟刚刚陈顾问提到的是有关的 也就是说 这种美中科技战的延续 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 就是说美国自参议院之后 众议院他现在也要禁止这种 他的相关的这种雇员 去使用这个软体 TikTok这个软体 这个其实就是相关的延续 那想说美国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需求市场 当这个需求市场 对这个供应端 有一些意见之后 那么整个供应链 其实就会产生重组 在最近是有很多的预测机构 在预测明年可能的黑天鹅 有哪些 大家都举了很多黑天鹅 但是唯一的好像是白天鹅 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解封 可是偏偏这个时间点 我们看到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对抗 似乎是有越来越升温的一个迹象 那么因此在未来 就是说整个供应链 特别是亚洲供应链 会为了要符合需求方的一个要求 必须把中国排除出去 这种排除中国的一个方式 就是会衍生更进一步的交易成本 让相关的通膨 继续围绕在明年的大部分的时间 接下来讲需求端 其实需求端的情况是更严峻的 因为全世界最大的终端需求 就是欧美市场 欧美市场现在发生什么事 非常清楚的停滞性通膨 什么是停滞性通膨 停滞就是经济成长是停滞的 我们现在看到主要的预测 大概看美国明年都是零到负成长 那么欧洲国家 包括欧元区主要国家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以及已经脱欧的英国 明年现在预测通常是负成长 但是美国现在的通膨 是7%以上 欧元区的通膨是10%以上 所以很清楚的是一个停滞性通膨 当这个终端需求完全没有力道 而且非常低迷 你想说这个供应链 在供给端会有运转的一个动机吗 此外因为刚刚这种供需之间的 这种所谓不对称这样的一个情况 会让通膨持续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今年联合国发展会议 他有一个研究 他认为说联准会只要升息4码 那么随后先进国家的GDP 要减少0.5个百分点 新兴市场减少0.8个百分点 我们看今年已经升几码了 17码 美国升17码了 而且他讲的只是联准会 就其他通通是固定 就观看联准会 其他的也在升息 这个ECB也在升息 欧洲央行 如果说我们再参考12月 联准会释出的利率点证图 明年至少还要再升3码 所以说这样情况看起来 就是说整个全世界的经济 当然是我认为是危机四伏 纽约大学的末日博士 他也建议投资人 要减持股票 多持现金 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些迹象 比如说美国公债 殖利率的倒挂 我记得我上次来上节目的时候 将近半年 现在已经超过半年了 超过半年发生危机 根据过去的经验 就大幅增加了 大概八成以上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投资人应该要更加谨慎 欧美的话在明年 停滞性通膨的问题 恐怕还是会持续 请教邱老师 如果是违跟缓的话 你会觉得哪一个几率比较高 因为这是快过年了 所以我当然不希望是变成一个乌鸦嘴 那我们就大概觉得说 这个谎 依目前的主要预测机构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七成好了 为大概三成 因为这个末日博士 他也曾经预测错误 他最好他预测不要成真 是比较好一点 好 我们看到整个景气 在明年看起来还是很不妙 尤其科技产业 那么原本市场比较看好的 是在伺服器的应用这一块 不过现在是不是伺服器 也开始已经乌云笼罩了 包括Meta Google这些云端大咖 都先后暂停了 他们在资料中心的一个扩张 不忘了请教子涓 其实我们说到 这个伺服器的制造上 有一家美国超微电脑 其实今年以来 他们的股价反而可以大涨了八成以上 好 我们先来呼应一下 刚刚前面邱主任所讲 他说经济是危机伺服 好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伺服器 可能也有点危机在里头 好 我们先来讲说 其实过去这阵子 以美国的纳萨克指数来说 到今天为止 跌了超过35% 跌得很深 科技股跌得很惨 可是我们还记得 我们之前在讲 科技股表现不好的时候 一般我们都是说 从面板然后到记忆体 或者说到PC 到手机这些都表现不好 可是应该比较没有听人家讲说 伺服器表现不好 因为大家之前都一直说 只要有上网需求 云端资料库都会很蓬勃发展 所以在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说 伺服器应该是稳的才对 可是为什么今天现在开始 这个标题也下出来说 伺服器也遇上了寒流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呢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META META现在传出说 它在丹麦的资料中心 已经建了两座 现在第三座 它现在突然临时喊咖 当然了 这临时喊咖的话 除了丹麦的资料中心 临时喊咖之后 它在美国的像是阿拉巴马州 还有像是德州的计划 现在也通通都要暂时暂缓 这是META 那在Google的部分也想出来了 Google现在是无限期 来延后一个资料中心的建制 是6亿美元的资料中心 它像是一个无限期延后的情况 那当然我们都说 在讲伺服器 我们一定要谈的 就是这些云端资料的中心 那四大巨头在北美 这个是排后面的 第一个还是以Amazon的AWS 然后再来是微软的 然后再来才是Google 然后再来才是META 他们以北美的市占率来讲的话 四大品牌是这样 那还是前两个还是最重要的 因为像是Amazon的AWS 至少就占了 我记得将近四成了 都是他们 然后像是这个微软 它大概占哪%20以上 好 但是就问题来说 现在后头的两个小弟 他的建制计划 已经开始 刚刚也讲了 无限期的往后延了 好 两个小老弟 已经出现这样的状况 虽然前面两个市占最大的 两个老大哥 目前还没有听说这个状况 可是有一个警讯是 如果以AWS来说 他到今年的9月来说 他的营收的成长率 已经是6年来最低了 就他贡献他很多 云端部门的成长率 已经是他6年来的最低了 所以他其实他在云端上面的获利 有开始慢慢慢慢慢慢 也有在减少的状况 所以现在大家也会开始在想说 如果三 四名 也开始有这样的警讯出来了 那现在大家就在观察 两个前面云端的老大哥 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这或许是接下来 我们在观察伺服器的时候 要去看 那也因为这样的新闻出来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近期台湾的伺服器 很多的代工厂 股价都是被连番打折 从这个代工的 像是台积电开始 或是到晶片的 像是创意 像是世新KY 连法人的筹码都有在松动 连续好几天的卖潮 对 最近股价压力比较大 对 还有像是代工厂的 像是广达 像是维影 音业达等等 股价的压力都很大 就是伺服器的代工厂的部分 可是如果我们说 股价的压力有大 但你看这个伺服器大厂的股价 好像没有什么压力 我们说苹果 说特斯拉今年的股价 都是对半侃 好 但是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来认识一间新的 伺服器大厂的公司 美超微电脑 到今天为止 这应该是截至今天为止 它这今年以来 是大涨了76% 它涨76% 而且它在最高水位的时候 那个是将近90%的一个涨幅 在今年最高点的时候 人家是跌70% 它是涨76% 那当然观众朋友 你就会想知道说 那前面你还在讲说 伺服器像有寒流 这家公司长得这样这么大 这是怎么回事 好 我们先来带大家认识一下 美超微电脑这间公司 它创办人是台湾人 它创办人也是台湾人 是嘉义人 而且它自己还说 它其实中文讲的 还是比英文好 它是在台湾念完大学之后 才到美国系股去创业的 两件后 对 好 那它其实是一个 伺服器的品牌商 但它也有做代工 那它厉害在厉害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觉得它要讲 它的厉害主要有两个 还是可以从它的硬体 跟它的软体来讲 我们先从它的硬体来讲 伺服器的建制 它的做这个机体 它常常说 你只要给我一个钢卷进来 进来一片钢卷 我就做出一个伺服器给你 它的一个建制的状况是 它用我们大家喜欢玩乐高 乐高不就是一个一个 一个小的乐高 然后今天你要煮大象 你要煮鲸鱼 你就都可以去煮起来 但是小鱼 你这样你就把它拿来 你就可以去煮了 它就用这样子一个乐高的概念 在做它的伺服器 所以今天它可以去做 帮客户做客制化的 小单它做客制化的方式 小单它也帮你可以做 我记得它今天有一个故事 它说有一个很大的客户 然后来找它 然后希望它两个月之内 可以做出样品来给它 然后它就跟客户说 没关系我跟你说 我大概六个礼拜 我就可以做给你 那个时候客户还不开心 他觉得说你怎么这么 就是没有很严谨 一个半月就做得出来 就你一个半月就出来 我跟你说两个月就客户 你还跟我说客户还不开心 他觉得你没有在乎我要的需求 客户还不开心 结果他花了五个半礼拜 他就做出来 sample给对方了 然后对方一看完全OK 他用的是什么技术 就是因为他把它所有的伺服器 通通模组化了 所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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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模组 它的模组好了 但当你把规格开给我的时候 我就煮乐高 你要的是大象 我就帮你煮起来 你要的是什么样规格 你规格开给我 我的模组都已经设定在那里了 就可以组起来 所以他这边就讲了 伺服器变乐高 对手要花18个月 才能做到的 我一个月就可以做到 所以他就弹性很大 效率很高 所以有很多的客制化的需求 都可以办得到 这是他在硬体的部分 而且他在十多年前 他就意识到 绿色供应链的重要 他这也有一个小故事在里头 蛮有意思的 十多年前那个电影的 明天过后上映的时候 梁建后他就开车 载着他的儿子去看了这部电影 然后看完电影之后 因为电影是讲说 爸爸照顾小孩 怎么来对抗气候变迁 他爸爸要去救他 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 他就问他儿子说 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他原本期待他儿子回来 说爸爸好伟大 结果没想到 他儿子来反问他说 所以爸爸你得到了什么心得 他就被反问 他说对 我看完了这个部电影 我得到了什么样的心得 后来他想说 对好像我们应该要为 这个地球来尽一份心力 他被他的儿子这样反问了一下之后 他就回去开始思考说 那我身处在伺服器产业当中 我可以为地球来尽什么样的心力 所以他就开始回过头去 他就认为说 如果我有办法去改良电源 供应器的一些效能 把这个效能做了一些改变之后 其实我可以减少全球 30座火力发电厂的一个运作 如果以之前他拿到了一个 英特尔的一个大案子 我记得那时候光一年 英特尔使用他们家的伺服器 光是电费一年可以节省 将继3亿台币的电费 对 所以这是近期的一个数字 这是近期的一个数字的报告 上面显出来 就是说他在十多年前 他就意识到这件事情了 所以他就开始去做先改 然后到今年的整个 就是完全成果就见效 这是他在硬体的部分 另外他大家也有在说 分析师也有在说 为什么他今年股价 可以大涨成这样 除了他的硬体很利害之外 他其实在全世界 有1300多的工程师 但是一半的硬体工程师 一半的是软体工程师 你一定会很压抑 你是做硬体的 你为什么会养这么多的 软体工程师呢 因为他有说 他说我们以后是要 从卖硬体变成卖服务 也就是他也开发出了一个 伺服器的一个管理系统 是一个软体 所以他的工程师 在写这些软体 这软体是做什么 你用我家的伺服器对不对 那我给你一个软体的 可以立刻监测说 我现在在哪一个机房过热 那我是不是要从哪里去导 把这个电分出去给别人用 那哪里的使用效率 其实像很低 那我就关掉这里的机房 我用别的机房来供应就可以 那这个州的电费比较贵 那我就不要用这个州 总而言之 他有一个很聪明的 一个管理系统 在上头的时候 他顿时可以只有两个工程师 他可以掌管好多好多数十个的机房 所以他现在因为这样 他就用他的软体 然后搭上他的硬体的这些测试 所以现在让他的华尔街的分析师 也纷纷的非常看好 美超微电脑 在未来伺服器领域的 可以说再来挑战霸主的宝座 好 刚刚梓娟 但我们看到是来自于 在伺服器的一个部分 不过我们的确就像刚刚梓娟所说的 像以科技业来讲的话 其实大多数的产业 都还是在调整库存 比较不景气这样一个阶段 但是相对看好的就是云端伺服器 相关的供应链 要请让陈顾问 我们要看到这一家 另外一家公司叫一云股 他其实是台湾最早一批 投入云端服务的这家公司 那么执行长蔡嘉宏 他是如何用6亿的资本 可以做出上百亿台币的生意 好 刚刚梓娟谈到的是 Data Center 还有伺服器 似乎有一点点隐忧 可是整个来看 看他过去这几年 Data Center就是资料中心 每年17%的成长 谁会用资料中心 就是云端服务业者 他每年是倍数34%的成长 当然以目前两岸地区 规模最大的就是一云股 他主要就是做云端服务的 当然你上云以后 你就产生大数据 就会有AI 所以IDC也讲了说AI未来五年 会是双位数的成长 好 那一云股 事实上它现在是四朵云具备 尤其最近的消息 就是28号 他收购了专门做 Google就是GCP Google Cloud Platform的 精英合作伙伴 就是云动力 他收购了以后 是百分之百持股 收购了以后 他变成四朵云都具备了 就是刚刚梓娟也讲了 亚马逊的AWS 微软的A9 还有收购云动力 就是Google的GCP 还有Oracle 这四朵云就具备了 关键是全世界 有没有单一公司 具备四朵云 原则上是没有 或者我们讲 整个亚洲是都没有的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特色 他有四朵云 对 好 那云云谷事实上 他也是走过一段线性的路 所以我现在来特别介绍 这个执行长蔡嘉宏 大家都叫他MP 他是在那个 他以前是担任 精英电脑的财务长 所以理论上 你当个财务长 收入稳定 然后今天又是股票 上市公司 就没必要 自己出来创业 对 可是他就有一个梦想 我想很多年轻人 都有创业的梦想 所以他2013年 成立了云云谷 当时找的是他很要好的朋友 也是台大EMBA的同学 就是现在董事长林启雄 所以各位观众 你们要创业成功 一定要记得找同学 找伙伴 尤其是EMBA的同学 好 那两个人刚创业 一开始思考就是要有一个固定的 稳定的收入 或者我们叫金牛 他们当时找的是 硬碟 对 因为硬碟 他们是代理 是一个很稳定的收入 没想到硬碟这几年 被SSD给取代了 当然还好 然后银云谷硬碟这几年 正好虚拟货币 广标 比特币 然后就产生很多挖矿机 挖矿机就需要硬碟 所以它的业务还可以 可是它在2014年 2013年成立 2014年嗅到了一个云端服务 的味道 所以它2014年就投入 就相当于在9年前就投入了 一开始投入 没有什么市场 没人知道云 也没人知道全世界最大的AWS 对 它在台湾推得非常辛苦 所以它不断要 每天开工程就是在烧钱 而且人才也不好找 对 营收也上不来 所以它最常讲究来说 一个月烧掉一辆丁士车 做生意赔钱压力会很大 对 还好是 还好有那个硬碟 第十个这个所谓的金牛 那到底什么样的活动 整那个算是 让它有所起 实在云端有所起的 就是阿妹的演唱会 因为演唱会 那个不是秒杀 然后当机 每次当时抢票就会当机 对 像那个春节快到了 台铁不是也当机 对 花冬的身份 那你为了避免当机 你变成在地端 就在机房要弄很多伺服器 好 然后销售可能是三天结束 这伺服器又没地方放 所以你如果放云端 那就是云端业者的压力了 所以阿妹的演唱会 第一次导入云端的平台 有多少 12万张 对 所以阿妹的演唱会 秒杀12万张 你可以想见瞬间 有多大的流量 所以云端以后 让AWS的 派那个总部 派出了技术人员 来给他技术指导 然后大家才知道 原来云端服务这么的好用 然后才开始拿导入 所以让他在 在这十年营收成长50倍 去年2021到破100亿台币 当然这是他转型的过程 从Hardisk转型到云端服务 今年我们都知道虚拟货币 最大的消息就是币端不断 所以现在虚拟货币 价格跌跌不修 然后导致中国大陆的 挖矿机的市场瞬间萎缩 所以应用股就觉得 很棒 他从Hardisk硬碟转型到云端服务 是对的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 特别值得介绍的 我们都知道 小英总统一直在推新南向 然后新南向目前 比较少有成功的个案 那义云谷他发觉台湾推动 比较辛苦 他就改推东南亚 目前已经插齐东南亚十个国家 然后目前又在增设的马来西亚 泰国 印尼 现在还要进军澳大利亚跟印度 所以他云端这一块的营收有七成 来自海外 对 三成只有在台湾 那当然希望明年2023 台湾市场能够成长快一点 所以大概就是五十五四 所以由这一点可以看得到 海外市场他是做得很成功 关键是 人家打海外市场都会派高级干部 在当地 他一个干部都没有 没有台级干部 从主管到基层 全部是当地人 这样怎么会放心 对 所以他们采用合资的方式 也就是说 印尼谷是做技术指导 然后帮他们导入云端服务 因为云端服务 对亚洲而言 都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甚至他也开玩笑 讲说很多合作伙伴 还是网友 这就是他们切入云端服务 当然就像刚刚子绢也讲的 Data Center或许是未来趋势 可是云端服务 才是带动Data Center 跟那个伺服器的主要原因 好 刚程顾问 我们看到 云运谷的这个故事 那么也说 它是发展在 包括东南亚的这一块 不过我们说到 越来越多厂商 他们虽然到东南亚 有去设厂 但是很多的原因 是因为当地的人工比较便宜 不过现在的研究 却显示亚洲的劳工 渴望在明年度 要大幅度的调薪 他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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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